欢迎收看由粉酒中国酒魂独家冠名播出的特别节目味道 接下来出场的一位选手十分了得 他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汕头慢慢走红 到了二零一六年便如同旋风一般洗整全国 最方向 你看我们一大早就在这盲目的这个景象 您是不是以为我现在是在一个卖牛肉的牛肉铺呢 但其实我们现在手下出的每一块牛肉 一会儿都会有非同凡响的美味体现 那到底会是什么样的美味呢 跟着我们一块儿往下进行吧 每天早上七点 第一批最新鲜的牛肉都会准时到货 十几位师傅要在第一时间将牛肉的各个部位分解开来 就在师傅们的刀光剑影中 我发现了一个自己一直想亲眼看一看的场景 诶 平哥 你看这个牛肉它还在抽动呢 就特别明显 你看这块 因为这个牛从屠宰到这里还不到半个小时 这样太多就是半个小时 所以还是特别特别新鲜的 对 那这样的会跳舞的牛肉啊 跟普通的牛肉吃起来口感很重一样 第一种口感呢 是最好最好的 就是可以说是入口计划 然后肉是 哪怕是刷白开水 它都特别特别的鲜甜 鲜甜 对 这案板上的牛肉之所以还在跳动 是因为神经纤维的末端部分还没有死 你看这切开之后它依然在跳动 这一幕实在罕见的场景 相信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到 但在林海平看来早已习以为常 因为只有带着体温还会跳动的牛肉 才有资格进入潮汕牛肉火锅的食材清单 你不只这样可以看到它的新鲜程度 你也可以看到一只牛它老不老 你看它的纹理里面中间是没有一层膜的 没有膜 对 就是肉中间没有什么膜 这个膜越厚它的牛越老 再不要装烟一点就这样按下去 这个就是这头牛 它肯定就是在三年转咬 原来不仅追求食材的新鲜 在牛的年龄上也有明确的要求 难怪在汕头吃过牛肉火锅的外地人 几乎都会由衷地发出一句赞叹 再没有比汕头人更会吃牛肉的了 只用一个清水锅的极简式吃法 就能把牛肉的鲜甜吃个够 不过汕头作为一个领海城市 牛肉火锅怎么会成了这里的标志性美食呢 平哥告诉我 要让我见识一下牛肉火锅的前身 一口三千 平哥 这打牛肉丸的阵势 真是从有一回见 我以前见过一个人两个人打的 但是这咱是一排啊 远处看人家打鼓似的啊 对对对对有点像潮州的大楼骨 对而且你看一个一个鸡肉都特别好是不是 来小哥你歇会儿 我已经坐到他旁边啊 然后我就立马被他这个胳膊所吸引了 你看这胳膊 这是劳动成果哦 真的 我是运动成果哦 没错 你看他妈妈熬起来的有个牛肉丸 这是牛肉丸 我以前也有了 现在没了 那您也该多打一下 对对对对 温过之心是不是 其实我以前也打过了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手势是把那个举得特别高 是不是为什么 其实你是用这边花力的 是这样花力的 是用大臂的法力 对对对对 大臂是吧 你千万不用用整个绳子再换 然后弄下去的仪式一定要平 为什么呢 因为像你这样 你这样只能举到这一点点 但是你这样 整个面都砸下去了 对你整个面砸下去 这样 对啊 哎呦你劲好大 可以啊 你的女孩子还拿不上来呢 是吗 我老是锻炼啊 这个打的时候 有没有节奏的讲究 要快或者慢 正常的话会是一秒钟两下 一秒钟两下 变着口号跟上节奏 文明美食江湖的潮汕牛肉丸就是这么练成的 在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中 牛是重要的劳动力 因此 曾几何时 牛肉是极其奢侈的食材 即使在几十年前 牛肉丸的原材料还是主要来自一些无法继续耕作的老牛 为了得到好的口感 就得靠长时间的重力锤打 来把肉质敲散敲松 而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个步骤就显得十分重要 绝对不能省略 我发现他们在打的时候 中间还会往外踢一些东西出去是吗 对对对 这个就筋 这里面的筋 这是血管 里面的血管 对 小血管 为什么手工的牛肉这么好吃呢 就是因为你可以把所有的杂质都挑出来 所以说这个手工打 可贵就可贵在这里 人工 所以它吃起来就是没有任何杂质的 对对对 牛肉里的血管和筋膜 即使经过长时间的重力锤打 也不会被打碎 花时间把它们一一剔除 才能让牙齿在咀嚼肉丸时畅行无阻 手工的长时间锤打 不仅能让牛肉出僵 产生粘性 还能保持肉质本身的纤维 使肉丸吃起来更加紧致弹牙 如今 随着时代的发展 牛肉丸的原材料早就变为了 在年龄 肉质上精挑细选的优质牛肉 但是这种严谨的制作工艺 却仍被在吃上精益求精的汕头人保留了下来 好食材和讲究的制作强强联合 让我们现在吃到的牛肉丸 比几十年前口感还要更上一层楼 平哥告诉我 刚刚分解出来的新鲜牛肉 能用来打牛肉丸的只有百分之三十 而用来直接打火锅的就更少了 仅有百分之二十 这金贵的百分之二十 又会有怎样的惊艳呈现呢 话不多说 美味还得锅里见呢 本节目指定用品 由连续二十年全国销量领先的 恒盛香醋提供 还记得我早上在牛肉部门口说的吗 这里出来的每一片牛肉 都会有非同凡响的美味呈现 果然啊 现在都呈现在咱们面前了 不同部位的牛肉 还有牛肉丸和牛筋丸 是不是 对 那这个怎么吃法呢 其实吃碗瓜就是让每一个顾客 都是美食家 我们只是把最好的材料交给你 但是还不好吃 一定还有你在刷的时候这个技巧 所以现在咱们来学一下 这个涮的时候有什么技巧 对对对 涮的时候的控制的 往后就是技巧 你想成为吃牛肉火锅的行家吗 那么赶紧记住 汕头人涮火锅的口诀 一调血水 二调酸性 三调纤维 用筷子将牛肉展开 十秒之内必须入口 拿筷子就可以吃 是不是有糖水 你怎么有 是不是里面都没有渣 没有渣 汕头人对牛肉有自己的一套专业名词 每个部位都有不同的名字 今天打头阵的齿饼 中间有一条明显的竖刹筋 十分容易辨认 这块肉连着牛的肩胛骨 肉质十分细嫩 脂多弹软 这一桌子花样繁多的牛肉 我猜您已经挑花了眼 就让我来为您再选一种 我先跟您悄悄透露一下 想吃到这种肉可得碰运气 再换一个 再换那个吧 那个是最贵的 对 这把贵的 你想吃Q一点 你可以熬个两三分钟 又嫩又Q了 你就算一下 大概也在八秒到十秒而已 好 五花纸 出自牛的后腿 出肉率极低 一头牛身上 也就能切出700克左右 十分稀罕 平哥告诉我 这种肉十分特别 就算煮得时间长一点 也不会老 切成0.8毫米的薄片 下了锅就会打卷 变成耳廓状 整片肉中 筋与肌肉亲密交错 一看就是脆弹无比的节奏 听到那个嘴里面那个声音 我能听到你嘴里那个声音 是海蛇一样 有那种脆筋在里面 还就是那个筋在外面 这个铃肉丸 会百分之四十五代水片 就OK了 小心啊 会爆浆自己 对 这个很烫 哪一个吃东西 跟女孩子不同 好脆哦 我一口就有一个一半 你看 牛筋 它是用一些脆肉做的 它里面很... 那里头就不太一样 里面很粗哦 对 里面的香味感觉要粗一点 但是我这个里面就比较肉 对 经过千锤百炼之后啊 才会有这种盘子 对对对 发酵 对不对 对 不枉对我们师傅那么辛苦地打牛肉丸 对不对 对 经过长时间锤打的牛肉丸 果然不会令人失望 鲜鲜痰脆爽 让人一咬就能爱上 汕头人本着对吃的钟爱 把潮汕牛肉火锅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吃得越来越讲究 越来越精细 被誉为嫩中脂嫩的池人 藏在肩胛里及肉的内层 脂肪腥腥扁扁散落在肌肉纤维中 一毫米的薄片打开方式 就能让您的舌头体会 什么是油脂的柔润与肉质的嫩滑 吊龙瓣来自牛的腰脊 镰刀大片的打开才够豪爽大气 上面披着一层看似可怕的油脂的双层肉 其实是肥与香的完美结合体 那层厚油非但不腻人 还能让您的牙齿有脆嫩的体验 三个小时新鲜的仍在跳动的牛肉 完成了从食材到美食的蜕变 十年的时间 平哥与家人把一个街边的小摊位 拉扯成了一个在全国遍地开花的火锅王国 我做生意上是顶型的草根创业 就是从街坊林基开始创业创起来 这边是有一些椅子可以做的 这后面也是有一些椅子可以做的 那时候拖了几个摆在这边 然后就去买定制楼 这样把花锅抓起来的